2010年8月,我们来到位于甘肃西北部的金塔县, 以一位名叫李春斌的村民走进大漠深处, 寻找被称为沙漠之洲的骆驼。 请请收看走遍中国大漠骆驼客。 骆驼曾经是沙漠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而骆驼客是指沙漠里牵骆驼的人。 横贯欧亚大陆直线距离长达7100公里的丝绸之路, 就是骆驼和骆驼客共同踩踏出来的。 然而,在现代化交通工具日益发达的今天, 骆驼作为沙漠之洲的运输功能日渐消失, 在茫茫的沙漠戈壁之中, 已经很难看到骆驼的身影。 那么,现在还有没有以养骆驼为生的骆驼客呢? 甘肃省九泉市的金塔县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 它位于河西走廊的西北端, 坐落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 在金塔茫茫的戈壁滩上, 我们偶尔会看到眼影在一丛丛绿树之间的小村落, 远远望去, 就像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 在这弱水流沙之地, 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渺无人烟, 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生存的? 骆驼依然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吗? 我们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走进村子, 我们首先看到的不是农田和村舍, 而是一大片牧场, 沐浴在阳光下的羊群, 正享受着鲜嫩的绿草, 显得悠闲而满足。 这让我们有些意外, 这样的生命画卷似乎更应该出现在风吹草堤见牛羊的草原上。 更让我们意外的是, 在这样一个地处沙漠边缘的村子里, 我们居然没有看到一匹骆驼。 村民们告诉我们, 虽然他们村子里有六十几户人家, 但养骆驼的却只有一户。 在村民们的指点下, 我们找到了这户人家。 您好, 您好, 有人在家吗? 您好, 我听别的村民说是你们家养骆驼是吧? 就是。 那您平时把骆驼放在哪儿养吗? 去放在戈壁摊上养。 戈壁摊上去养? 嗯。 哦, 散养。 散养。 哦, 然后到要冬天的时候去搜回来? 就写的也是每天都跟着放。 哦, 你每天要跟着去放? 没有跟着放, 就是放到贴黑了, 就感动着跟着放了, 还是我们卷的, 就跟着这个贴纸进行, 贴纸不后就都往这卷, 贴纸清了就不卷, 现在就放上去晚上就放了。 哦, 都是散养, 不是卷养是吧? 都是散养。 哦, 那您这么散养着, 这个骆驼能换得回来吗? 那就不是的, 只是吃点骆驼就赶起嘛, 赶回来。 能赶回来? 我能赶回来。 这位养骆驼的村民叫李春斌, 他说, 在戈壁滩上养了十几封骆驼, 今天刚好准备去戈壁滩。 出发之前, 李春斌给自己准备了一袋干粮, 又给水壶装满了水。 在沙漠里, 水的重药远远超过了食物。 他说, 他每隔两三天, 就要到戈壁滩上去一次。 骆驼虽然散养在野外, 但也需要主人的精心看护。 望远镜是李春斌找骆驼用的, 在茫茫的隔壁滩上寻找区区十几封骆驼, 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外套、帽子和墨镜是进大漠必不可少的装备。 一切收拾停车, 李春斌出发了。 因为想看看李春斌养的骆驼, 所以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 我们的车子就跟在他的后面, 往大漠深处开去。 一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进入了大漠深处。 李春斌突然停下了摩托车, 原来他要观察一下骆驼的大致方位。 他往哪地方走? 没有个规定地方, 他走, 就拿着出去, 就吃完了就往下去了。 他就转着出去, 他走就吃, 你也只得走, 吃了最次就去做了, 李春斌告诉我们, 骆驼的活动范围约有五六十平方公里。 接着, 李春斌又骑上摩托走了, 我们的车子紧紧跟在他的后面。 突然, 我们远远看见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对骆驼, 我们赶紧追了上去, 但还没等我们靠近, 骆驼就像受了惊吓一般, 飞快地跑了开去, 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后来, 我们又在沙漠里转悠了半天, 再也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只好遗憾地撤离沙漠。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两千年前的丝绸古道, 以前的商队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 能够在沙漠中来去自如, 那么他们在荒漠中风餐露宿, 依靠什么食物生存呢? 我曾经在这个文献上看到一种食品叫狐炮肉, 这种狐炮肉就是制作, 就是制作方式, 它就充分体现了整个这种商旅行驶在无人区的这种特点, 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制作方式呢? 它是把这羊肚子扒下来以后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把羊肉剁成碎末, 放到羊肚子里面, 然后把石头烧红, 烧热烧红以后放到这羊肚子里面, 把羊肚子然后扎住, 扎住里面石头的热量不断地聚集, 不断地聚集, 最后把肉烤熟。 但是专家告诉我们, 这种火炮肉属于比较奢侈的食品, 只能偶尔为之, 并不是思路商队的主要食物, 因为整个商旅从中原到达西域, 甚至到达更远的这些中亚, 西亚和欧洲国家, 这个漫长的道路上, 它的生活条件应该是十分艰辛的, 所以说它重点的食物, 就刚才我说的这些, 干粮,草面, 以这个为主, 因为这个草面随时随地遇到水, 我就可以吃。 在金塔, 有一种干粮非常适合旅途, 它不易变质, 放上一年半载仍可食用, 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方便面, 它就是被誉为金塔三宝之一的粉皮子。 这户人家的主妇名叫令小兰, 她告诉我们, 粉皮子、面筋和黑醋被称为金塔三宝,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三种家常食品, 如果我们有兴趣了解, 她可以现场制作粉皮子和面筋。 首先,令小兰按一比三的比例, 将水一点点加入面粉之中, 边加水, 边将面粉揉成面团, 这个过程叫和面。 第二步是在揉好的面团中加入大量的凉水, 再慢慢揉动面团, 此时面团中的淀粉逐渐从面团中吸出, 水建成乳白色, 这样慢慢地揉动面团, 就从水中挤出了面筋, 这个过程叫洗面。 第三步是把乳白色的面水倒入筛子中, 将面筋从面水中过滤出来, 在面水中加入小苏达, 这个过程叫发酵。 第一次步是将锅烧热, 再把发酵好的面水倒入锅中, 用木锤慢慢搅动, 等到面水糊化粘稠时, 需要用力地快速搅动, 直到面水成半透明状, 并且不粘手, 这个磁面的过程才算完成。 然后将磁好的面糊装入盆中, 冷凉后从盆中倒出, 切成条状, 就是一道既可当主食, 又可以当菜吃的美味食品。 金塔粉皮子的制作工艺看似简单, 其实并不容易, 首先水和面粉的比例要恰如其分, 其次是时间和火候的掌握要恰到好处, 每一步稍有不当, 便前功尽弃, 很可能最后出来的只是一盆面糊。 从面粉中洗出来的面筋, 则需要上锅蒸十来分钟才可以使用。 金塔人习惯于把面筋和粉皮子做成干粮, 粉皮子是先用专门的工具, 把它均匀地勒成细细的条状, 然后在屋顶上进行晾晒。 晾晒的时候, 要先在地上均匀地铺上一层机机, 这是一种可以用来编凉席的野草。 为了不使粉皮子相互粘连, 要一条一条地分开摆放。 尽管金塔气候干燥, 日光充足, 但粉皮子和面筋也需晾晒一至两天才可以。 把粉皮子和面筋制成便于储存和携带的干粮, 应该是这个地区的特色, 因为无论是西北的酿皮子, 还是陕西的凉皮, 我们很少看到有做成干粮的。 金塔人之所以愿意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制作粉皮子, 其实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首先它的农作物品种相对单调, 所以人们便想方设法用简单的原料做出美味。 其次, 金塔曾经是思路上的一个重镇, 而晒干的粉皮子是一种非常适合旅途的方便食品。 第二天, 我们跟着李春斌再次进入沙漠, 这次寻找意外的顺利, 因为在不经意间我们发现, 前方不远处有一群骆驼, 正朝着我们慢慢走来。 但是当骆驼发现我们的时候, 他们惊恐地跑了开去。 我们不愿放弃, 赶紧追赶了上去。 无奈不早不晚, 车人恰好在此时突然陷入了沙子里面, 动不了了。 看来汽车也有不及面图的地方。 好在司机经验丰富, 早有准备。 后备箱里的铲子和木板, 就是为穿越沙漠时的突发情况准备的。 一番折腾之后, 车子终于驶出沙坑重新上路, 但骆驼早已不知去向。 这一次我们又是无功而返。 沙漠地广人稀, 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很远, 往往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秒无人烟。 在交通落后的古代, 亲朋好友之间, 很可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相聚。 正是因为相聚的不易, 所以一旦相聚, 他们便用一种特别热闹和喜庆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喜悦和欢乐。 这种方式就是被金塔人称为碧棒子的摄火表演。 与其他地方的摄火相比, 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不断变幻的队形, 让人有些眼花缭乱, 目不瞎接。 据说, 地蹦子有十个大阵, 分别为长蛇阵, 二龙细珠阵, 三环套月阵, 游四门阵, 五湖群阳阵, 六甲迷魂阵, 七进七出阵, 八面埋伏阵, 九连环阵, 十字川花阵等。 那么, 为什么金塔地蹦子有这么多的阵法呢? 这是因为, 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 扩展和繁荣, 九泉逐渐成为东方和西方经济, 文化, 艺术交流的必经通道。 同时, 也是汉朝经营河西, 开拓西域的重要基地和战略前上。 立出九泉西北部的金塔, 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外要塞。 它就结合九泉这个地方, 包括金塔, 一个是军事中正, 一个是商业, 中学商业的往来积聚自己, 思路上的中正。 因此, 它就写出了各种社会的仰式。 它为了军事上的学友, 它就像我们联名阵地一样, 它要有政法, 由于怎么样日方进攻, 这样它就变成了许多不同的花样。 这些政法通过这个厌联, 加强了就是民间军事训练的一种, 它的军事素质。 有个群众官司来一种, 这个要保卫这个地方, 要保卫边疆的这么一种仪式, 它就指使一种功能, 社会的功能。 第一帮子又叫老社会, 也被称之为九泉舞, 是九泉一带在民间流行的一种古老的舞蹈。 那种朴实矫健的舞姿, 铿锵激烈的配乐, 显示了河西人豪狂彪悍的性格, 是四路文化又在四路古道上的一个历史印记。 第三次跟着李春斌找骆驼的时候, 我们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 车子与李春斌的摩托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 以至于当我们远远看到地平线上依稀出现一对骆驼的时候, 发现李春斌的摩托车已经紧随其后, 没能派到李春斌是如何找到驼裙的, 我们深感遗憾。 李春斌将骆驼拴在了一个地方, 他告诉我们身后有一个他自己搭建的土棚, 如果碰到天气异常, 或者时间太晚, 他就会在这里过夜, 之所以会选择这个地方, 是因为他在附近挖了一口水井, 把骆驼赶回来的主要原因, 就是喂他们水和饲料。 尽管骆驼自己能够在沙漠中找到水源, 也可以用沙漠中的牧草骆驼刺冲击, 但李春斌还是给他们准备了水和饲料。 那是这样子吗? 哈哈 那都是渴的 读骆驼有多少公骆驼多少母骆驼 两个公的 两个公的八个母的嘛 里面都是母的 嗯 八个都是母的 就那个 一个被骆驼里面一个是个公的 这个圈子是母的 这个也是个公的 那个骆驼是几年能下一次的 它是三年能下两个啊 三年能下两个 嗯 它有回合十三个斗 哦 它的怀孕期要 十三个斗 骆驼生产的时候 你把它拉回去养 它就在台上就把狗子下了嘛 下了它就自己把 它在山上就把狗子下了 就在台上它就下了 下了它就把自己就贴起来的 你让 自己呀 你不和 等下它自己关系了 它把它在山上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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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贴掉了 它就贴掉了 贴干了 贴干了 狗子自己就不来就吃了 这边不需要人管 不需要人管 嗯 那 啥呢 不知道 对 骆驼与其他的动物相比 具有特别耐饥渴的特点 它能够四五天不进食 这是因为骆驼在驼锋里 住存着脂肪 在得不到食物的时候 能够分解成身体所需的养分 另外 骆驼的胃是它存水的地方 而骆驼的脚掌扁平 脚下又有厚厚的肉垫子 所以在沙漠中可以行走自如 但是骆驼并不产自中国 而是来自西域的物种 这骆驼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 而是通过丝丑之路传进来的 这个在汉书里面记载的非常清楚 当时的 呃 后来当然匈奴和我们友好了 包括西域的很多国家 他来 带的礼品 经常带的礼品之一是骆驼 甚至数量不是很多 啊 比如说 像西域的某个国家 在汉简里面记载 啊 携带两梯骆驼 啊 这个 说明 骆驼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品种 对中原文化来说 是一个稀有的东西 啊 如今 骆驼一件件失去了沙漠之舟的作用 李春斌告诉我们 他之所以养骆驼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他喜欢骆驼 他说 小时候经常看到驼队从家门口经过 这种性格温顺 而又吃起卖来的庞然大物 令他印象深刻 再是 骆驼可以卖钱 每一封骆驼都价格不菲 最高可以卖到上万元 他的骆驼是卖给旅游公司的 可以供游客骑程或拍照 人们把中年与骆驼为伴奔走在沙漠戈壁之中 为人运输货物的人叫骆驼客 骆驼客的生活是艰辛而又危险的 他们下冒酷暑 东塔双雪 如果遇上沙暴迷失道路 或是找不到水源 就有性命之用 如今 骆驼客这个职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李春斌也算不上是一个骆驼客 但他的骆驼情节 与骆驼客其实是颇为相似的 尽管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依赖骆驼 和骆驼客穿越沙漠 但他们留在丝绸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 都不应该被历史淹没 因为丝路文化和骆驼精神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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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